12月28日,吉林茶干湖第17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,来自海内外数万游客赶赴现场,围观冰湖藤于盛景。 茶干湖是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,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松原市前锅县境内。 茶干湖东部始于辽津时期,历经千年,迄今仍保留着原始的蒙古族捕鱼方式, 即人工凿冰窟,人工布网,马拉脚盘形成动力,牵引并拉拽鱼网。 当天上午,一群身着羊皮袄,头戴狗皮帽,腰气红稠的渔民,在鱼把头的带领下,举行了庄重的寄湖行网仪式。 茶干湖冰面上已聚集起数万人,寒冷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。 伴随鱼把头一声吆喝,数不清的鱼跃出冰湖,激起一阵阵水花。 鱼工立刻忙碌起来,人们也纷纷赶来围观这一壮观场面。 据茶干湖鱼场方面介绍,今年年景不错,不到的鱼又大又肥,而且红网不断。 我们昨天打了一个红网,现在我这冰医院里应该有50万左右世间的鱼,还没有拉完,冰医院还在旺会拉。 就是打10万斤以上的一网鱼就叫红网。 在我们冬季打鱼的时候也很常见,咱们这些年呢,这个湖面大就是资源含养的比较好,就是有计划的补牢,小的鱼苗就不打了。 当天,备受关注的头鱼拍出史上最贵价格,今年的茶干湖头鱼起拍价99999元人民币,经过激烈景拍,最终由一家企业以9999999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拍下。 文明海内外的茶干湖十分注重保护生态系统,吉林省民俗学家曹宝明介绍说,当地政府曾多次封湖修鱼,渔民也懂不可节责而渔的道理。 我想告诉大家,茶干湖不会消啊,但是前提就是一定要不使它的水干渴,是不是啊,要保护好的水清山,这是头一条,那么第二条就是我们要保护好的优秀的传统,就是这种一整套的传统,只要这两条坚持住,那么茶干湖想会永远的存在在人们的视觉和生活当中。